We have attended the signature of a slew of corporation agreement in various domains 抱着大把人民币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化身散财童子 在七月底的非洲行狂洒超过1.3兆台币 声称要畅通一带一路 现在却传出背后藏有阴谋论 他源外大傻币呢 主要目的是洗钱贪污海外转移之间 学者指出习近平透过大傻币协助非洲大型土木 实际上是把纳税人的钱转进了红二代的跨国账户 这群太子党留下大部分款项后 再把工程转包给其他厂商 所谓金元外交却是肥乐自家人 洗包子大傻币 洗客乐大傻币 习近平傻币行为引发民众强烈不满 不只有留学生闯进中国的驻外临时馆抗议 更有学者宁愿和公安对着干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接受电视台电话访问 却让观众听见他被消失的过程 八十四岁的孙文广先前多次为人群发声 早就被公安盯上 没想到这回在自家遭到强行带走 网路上不管是用曾经爆红的 小鳄鱼之歌恶搞撒币外交 或是透过批图讽刺习近平 显示人民币攻势已经引起民众反弹 如今喜千宜云若酿成民意反扑 就算是一言堂的共产党 恐怕也不敢轻呼 在新闻上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